紅色的天 黑色的影 我的旁邊 大哥 他是一個暗時勁秀 他是一個秀好嗎 他是一個表演 你拿好電話看著我講話可不可以 不要一直讓我看電話板 那你不是躺著嗎 我覺得他很堅持自己理想這件事情 其實我還蠻佩服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放棄的人 就如果這件事情行不通 或者是這件事情我覺得做起來很累 或者是不有趣或者是不好玩 我就不會想要再繼續做下去 我覺得這方面 他這樣子很勇敢 跟很有理想的性格 我是蠻欣賞 嗨 我自己認為他蠻勇敢的 然後也蠻專注在 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實他看到韋婷 就有一種 看到完全沒看過的那種人 我覺得這樣我才會被他吸引這樣子 如果就角色個性上面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要找一下韋婷的接近有誰 因為我覺得他跟我非常的不像 相對來講可能比我更少女 然後比我更知景 隨著劇情的發展 我們彼此之間有越來越熟悉 不管是跟子音也好 阿拓還有哲熙 然後還有第一次認識的小豬 除了我以外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的 本人的個性都很相似角色 那你今天都有什麼好事 很多 這是你喔 幹嘛 抱歉 都是你喔 我剛剛差點夾到耶 對不起 因為我沒錢了 我想請你幫我顧一下保夾 然後我去領錢 我還蠻欣賞他有一個自由的領域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他在生活上其實是 蠻隨性也蠻敢去挑戰一些 很冒險很有趣的事情 謝謝 你叫什麼名字啊 Joe 你叫Joe 他就是在路上抓了一個陌生男子 就好啊走啊 不然我們就一起跨年啊 在戲裡面 Joe是一直在付出的 就是他一直 有他想要付出的方式 他想要為對方做的很多事情 但是好玩就好玩在這裡 有些時候你的好不見得是別人的好 就我覺得這就是感情最耐人尋味 跟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覺得這部戲其實我拍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跟哲希之前就認識 然後也是一直有很想要合作的演員 然後這次我們碰在一起 好像兩個人不需要說太多話 其實就還蠻有默契的 所以在拍攝過程當中其實蠻多 像是談戀愛的戲啊 或甚至是吵架的戲 其實我跟他對戲的時候都還蠻過癮 我們的對戲我們不會討論到非常多 什麼我們就是很自然的來 然後我們也會即興 然後有時候突然改了一個東西 對方也都能夠解到 我們兩個平常相處的樣子 我自己覺得也有點像Jo跟若男 其實第一次拿劇本 然後全部讀完之後其實 也是眼眶泛淚的 就是我覺得他很寫實 我搞不懂你到底想要什麼 為你做的還不夠多嗎 老闆 你應該肚子餓了吧 老闆 你應該肚子餓了吧 我買你最喜歡的焦糖考古類 你可以坐在導演旁邊吃 優雅 冷酷 氣場強大 嗨 大家好 我是賈金文 我在此時此刻裡面演的是周立文 是一個女製作人 好像還滿有意思的演一個製作人 但就看看看 哇 哇 哇 原來是很多層次的製作人 然後裡面有很多 對 我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子的橋段 因為他是屬於一個比較單純的 然後對工作 對愛情都比較有嚮往的一個男生 一個菜鳥 我很想回到剛出社會工作 然後對很多事情因為不了解 所以你有很多的好奇 還有本身的那個很單純的感覺 我最欣賞立文其實他很活出他自己的樣子 很灑脫 對於他要與不要其實他也很果斷 覺得蠻棒的 王可姐 再見 好 大家好 我是武痛憲 我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老爸上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浩角翔琦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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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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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樂